出面指控自己丈夫 也就是高雄迷信醫師 2016年酒駕撞灘 一名年輕女性 遭到判刑四年六個月 國際駕照他可以開車 他是合法的 尼醫師秀出驗傷單回批 自己才是被家暴的那一個 但究竟有沒有在酒駕 家夫妻兩個說各話 黃小姐更是進一步指控 名醫師竊取診所監視器畫面 而裡頭有女員工的更衣畫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如果廁所 沒有空間 當然會在診間就是換衣服 他把那些截圖放出來 我們才嚇到說 原來他有去就是竊取 我們這些畫面 其實也是蠻害怕的 因為我也不記得 我有沒有在診間換過衣服 或什麼的 因為大家都在裡面換衣服 那就是突然發現 有監視器的畫面就會嚇到 夫妻共同經營 當然兩個都是老闆 當然要看得到監視器 看得到監視器 我當然要把它截下來 因為這個都以後的陳唐生供 因為他跟那個減重名醫 掛牌醫生 連手 清奪我的 我的 我的診所 他就是在民視之前告我 侵占診所 就蠻奇怪的 因為其實診所的負責人 一直都是我 那高雄的民視的裁定 也已經都出來了 就最終已經駁回他的康告 好幾次 因為他說指控都是沒評 沒據 兩家醫美診所 每年上千萬的盈餘 讓黃小姐和名醫師 夫妻當不成 人還徹底撕破臉 華視新聞許富姐 許富天王宣 高雄報導